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不会变质 不会褪色 不会消失 它的名字叫梦 我一直有个英雄梦 从看的第一部英雄电影开始 正义和使命就开始注入我的身体 我的血液 对我来说 梦想并不只是空话 所以成年后我就入伍庄稼部队 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退伍之后依然保持着训练 二十八岁那年 父亲的突然离世 心中的思念无法述说 后来翻看父亲的相册 照片定格瞬间的永恒 让我的思念有迹可寻 相机陪伴着我一起成长 他见证了我许家的梦 和走过的路 所以退伍之后 我将摄影梦发展成了事业 现在在南京经营一家传媒工作室 将曾经的梦都化为一顿工作的态度 回头看 我已经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人 也希望有一天 可以用相机记录我和你的故事 我是吴志昆 二十四号 你好 男嘉宾 我看你好像有点大男子主义的样子 我想问一下你接受你的女朋友身高比你高吗 你有多高 你说的大男子主义其实说 不要你以为 要我以为 可能瞬间你以为 他问的是你能接受女朋友身高比你高吗 这个身高不是问题 家庭年龄 收入 经济 文化 学历 都不是问题 可以接受 其实你应该补充一句 我喜欢接受 18号